司法院又传出了令人不齿的风计问题了 高等法院的庭长陈宜南 他为了追寻自己的第二春 居然就用法院的查询系统 去调查女友的个人资料 这两年来是高达了80多笔 很像就是狗仔的行为 不过他做这些事不但无法可管 司法院现在也归缩不愿说明 但陈宜南私下表示 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受愧 高等法院的庭长陈宜南 爆发利用法官的个人资料查询系统 来调查自己想要追求的女同事个人资料 阵风单位发现这两年来 陈宜南一个月就查询了9笔资料 比其他的法官高出了相当的多 内容除了一般人的资料以外 里面更还有想要追求女同事 还有别人所向他介绍的女朋友的个资 两年内就高达了80多笔 虽然他不愿出面 但是他盘成违规 想要查询想要追求的女同事个人资料 并且表示相当的后悔以及抱歉 而高等法院的法官自律委员会 也一致的决议将他送往司法院 建议寄过处分 这名闹出争议的陈宜南法官 是司法官训练所帝使妻级结业 曾经审理过胡瓜的诈毒案 还曾经因为妻子的医疗纠纷 而闹上媒体版面 现在又因为侵犯他人的个人资料 再度成为媒体的焦点 让人不禁怀疑高等法院 对于个人资料的管控的严重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大家